10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为美国总统拜登推迟从阿富汗撤军辩护 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了美国网友的抨击与嘲讽 文章声称仓诉撤军将毁灭阿富汗妇女和公民社会来之不易的成果 提出要将美国军队留在阿富汗 直到当地的情况好转 不管是什么时候 然而这篇文章很快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大量的批评和嘲笑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11号报道 目前约有3500名美军人员和7000名左右的北约部队士兵驻扎在阿富汗 根据美国和塔利班去年达成的协议 他们本应在5月1号前撤离阿富汗 据报道 目前美军很可能不能按时撤离 塔利班已宣称要对违反协议的行为进行报复